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型股票卖的比较多 所以在下个礼拜可以看到资金比较整装再出发吗 还是说现在大家看八月营收恐怕会出现不好的脸色 所以大家都比较保守呢 你怎么观察 好没有错 这个指数今天因为毕竟量不够 这个反弹绝对预阵乏力不够3000亿 但是第一个我们一直强调的 因为指数很反整理 因为没有补量 各股题材表现 当然已经开始换了 其实八月份很明显 刚刚事实上谈到第一个AI 大家最关注的 广达 伟创等等 我早上谈得很清楚 控制者你就不要琢磨 因为八月营收简单公布 刚刚事实上谈的我也很认同 因为法令一定会看嘛 这些AI的营收很多谈到 就是第一个 可能要第四季到明年才会贡献 而且有些营收占比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并不会有所谓 基本面非常亮眼的成绩 所以开始有些资金 已经开始做测出了 那转往到哪里 刚刚特别聊到的 车用PCB最明显 因为营收跟获利 很多在半年报 甚至先前的七月营收都很好 所以法令已经先卡 为什么八月营收会不错 早上我们特别谈到的 类似像一家 因为一家都第一天公布财报 每个月的以后 那很明显的 过去大概这两三个月 每次一家公布营收都很好 隔天金屋都先开高 那这一次已经先懂了 那最重要是有什么 3715的定义铜控带动 所以车用PCB里面 我统计了一下 可以上一张我整理的表格 从他们上半年的EPS 毛利率 还有本益比 还有八月份以来涨跌幅 大概比较了金星 定义 一家 近棚跟药花 那画面上我们看到 其实获利最好的是 8183的金星 它主要做BMS的一个电池版 好像宁德时代 这个都是它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大客户 那毛利率它也是最高的 因为这一块切入门槛更高 那本益比才13倍 算是我目前统计出来 这几家车用PCB版里面 本益比最低的 而且八月份以来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走一个补涨 就是因为它八月份 我统计了一个月 就八月一号到月底 它还跌了六个percent 但是最具指标性的 3715的定义铜控 它涨了80%快一倍 本益比大概22倍左右 因为电影同工先充 所以这一波它把一家带起来 一家算是拉尾盘 八月份涨了32个percent 接下来是近棚跟药花 分别有15%跟三盘的一个涨幅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表格里面 我认为81830的金星获利是最好的 1.85元上半年 而且本益比现在13倍 我们回去看它的K线 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日K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算是蛮标准的 从底部电高上来 因为它横盘整理了大概两周 刚好我觉得今天 测用PCB的类股轮动 再加上整个华星集团的个股 全部往上做一个带动 毕竟集团也要做账嘛 所以以华星集团来讲 旗下的这个测用PCB版的金星来讲 我觉得或许有机会搭载着 不管是我们刚刚聊到的 落后补障效应 甚至是集团的作帐 因为华星集团的作帐 说实在话市场是蛮有口碑的 有时候整个集团一动起来 这个整齐性跟攻击性 它是蛮强的 那华星集团当然今天是由华星科带动 老大哥被动的一件往前走 很明显也是落后的 所以我觉得回到我刚刚所聊到的一个 现阶段你周末的一个悬股重点 我觉得你现阶段要去压保的就是什么 业绩好的 因为现在要公布八月营收 那你说AI会好吗 我不能说不会好 而是说反应在业绩没那么漂亮 所以在我们讲话的同时 这一波刚刚谈到车用PCB 最具领涨的就是定影投控 尾盘又翻红了 那这一波你看定影投控的股价 我们讲到这些强势股 真的有时候是要看回不回 你要用追的 因为五日线是蓝色的那一条 几乎都没有碰到 有时候我们常讲 强势股拉回五日线买 那这你看定影投控八月份以来 几乎只有碰到一下下 上礼拜有几天 剩下都在五日线之上 所以过去这一个月它涨了八成 我觉得就会把整个 车用PCB版的个股带动出它的一个比加效应 所以我们刚刚做的表格里面提到的类似像 8183金星这一种获利很好 本益比又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投资人现在这一段 你可以从族群里面挑选这些业绩不错的落后股 去做一个布局 好刚才其实玉档有提到了 车用版的部分 确实蛮多档都是从低档来做发动 可能是第一根 这个往上来走的力道 或许还会比这个已经好多根的强一些 那么好多根的真的要放手了吗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 电影也好 或者是一家也好 这两档现在大概都是平盘之上 小掌震荡的格局 而在这边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电影的话 电影其实先前你说它 真的高档震荡之后 有很明显很明显的翻黑大碟吗 也未必耶 大概就是把这个五日均线的乖离 再稍作整理 所以说一路抱上来的人 真的有需要用五日均线 来做一个卖出点吗 还是说现在这个时候 这种各国 你只要它休息的时候 或者是大碟 有黑的时候你就卖 有红的时候就卖 这样的操作方式 该怎么样来定夺呢 电影同步 第一个我觉得空手的 你真的不急了 因为前一两周 都是很好的机会 那我会建议这个电影同步 是给手上有的你怎么做 因为我觉得五日均线 不用抓这么太紧 因为毕竟这些货都没有破 我觉得抓十人 因为它是属于强势股 有时候中间盘中 可能震荡比较剧烈 它可能稍微做回车 做整理 那只要十字线 红色的那一条 你手上有的没有破 你续报 当然有些人是 签线已经卡位三十几块的 你现在 你想做一些高低位阶的调整 我觉得可以 那你可以有同族群里面 做一些转换 那第二个指标强的就是溢价 你可以做这样的调整 当然溢价因为也连拉两根了 那今天是非常强势的整理 当然我不建议你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 先行卡位 因为先前那两根你都没进来 你说这个地方 今天的整理要跳进去 我觉得不急 你可以等下礼拜 或者当然你比较赌性坚强 我为什么说赌性坚强 不是说去堵它的一个涨跌 而是说因为它公布营收 那原则上我觉得从产业面来看 它应该是不错 没有意外它都是今天公布 那或许营收公布出来会 会有好的成绩 但是因为先拉两根了 所以以前它是公布营收前还没涨 公布营收隔天会中 但是因为它公布营收前拉了两根 我也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持有者 你就先抱着 那今天我刚刚聊到 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 我会宁愿挑业绩好 而且位置点较低的 我们今天举例到的像是8183的金星 毕竟它的毛利率在这些车用板里面 是相对较高的 来到20% 而且8月份以来没涨到 你看它的股价 8月份往右下角 做一个量缩的一个修正整理 那你说你在定投控赚到的钱 做一个适当的减码 然后你也看好车用PCB的爆化 那你把资金转到8183的金星身上 那我倒觉得 第一个至少它的位阶相对较低 而且技术面的形态 刚开始做一个不量性的一个转向 而且毕竟来说 它是通吃这个宁德时代跟BRD BMS的一个订单 这个业绩我觉得是没有疑虑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 就是说车用PCB 我觉得9月还会是主轴 但是你可以操作灵活一点 就是说做一些位阶上的调整 因为毕竟定义通控8月 都已经涨了80几%块一倍了 那我觉得从轮动的架构之下 你可以找一些地位阶的个股 开始做着手 好了确实 其实这个看法就跟先前 大家AI刚起涨的时候 看来也是一样的嘛 有部分个股突然往上拉抬 之后呢 不管是被打入到追股也好 或者真的涨多了也好 这个资金把它稍微分散到 你看好同一个族群 你就把它分散到其他位阶比较低的 还有起涨机会的 这个上下上下比较有办法可以互补哦 而当然这样的操作方式 军工股呢 军工股我们也来看到啊 在今天跌得比较多的 我们前面有提到长荣航太 长荣航太今天真的卖压稍重一些哦 毕竟先前纳入了MSCI 所以呢一路往上走 但是有一些可能多买的 它要调节回来嘛 今天这个话题过了 而再又还没有太明显的 利多来溢注之下 今天跌得比较重 回测到了五日均线 它是沿着五日均线往上爬 是否也属于新年提到的 强势个股如果真的要脱手的话 今天不要急着卖 跌破十日均线才算转弱呢 以及如果在这一些 所谓飞机零组件要接的话 这种已经在右上角的个股 是不是就算回五日均线 你买还是风险大一些 怎么看还是要去接一些 所谓的飞机零组件 也是有一些从这个季线 才刚刚突破往上的比较好呢 你怎么观察 好原则上当然我比较建议 从低档的个股着手是OK的 那因为第一个算是 长荣航太是零涨的 好那我觉得这地方你就不追了 因为你先前没有买 那第二个你可以找就是说 法人有琢磨的 尤其最近才进来 当然刚刚谈到千副金幣 是比较强势形态的 股性很活泼 那投信连买了两周 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持有者抱着没问题 空手者你可以等下周回来 因为等下周回来 看整个军工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九月份 三半周还是会动 那这个地方来讲 我觉得会反映出来就是 营收获利在好转的情况之下 甚至是题材性的一个带众 我觉得就有机会 在法 因为投信买嘛 他买两周 我觉得应该九月份 拉高做账的机会是浓厚 那再来就可以找一些产位 产业地位比较独特性的 早上我们也特别谈到 下周也有法做的是全讯 他也是投信在买 投信这一个礼拜买了一千多张 那全信的位阶不高 他是属于低位阶的 然后刚从年限之下上来 因为除完全洗 那我觉得法说可以去聚焦 他是除了军工之外 还有一个在5G市场的部分 他也有布局 那可以看一下 这是法说的一个 试出来的看法 那因为形态上 我觉得他是已经从底部转强了 因为黄色的机线已经越过了 再来就是我们在前几天 也有谈到 是刚挂牌的是 6895的红硕系统 红硕系统 它的产品也是蛮特别 它做的是这个真空微波元件 在台湾 只有它在做 做到军工等级 它在飞弹里面 它必须要用到 这种中程飞弹 甚至雷塔系统 要用到这个真空元件 那以红硕系统来讲 除了有30%的营收 来自于这个中科院 就是刚刚谈到 国防系统相关的一个大弹之外 还有一部分来自于 这个半导体设备 像是S-MORE 在林口要设厂 其实当中一部分 我觉得对红硕来讲 也是一个未来营运加分 因为之前他法说有谈到 他要盖无程式 因为这个像是真空电的 引路元件 这个红硕系统 就是这个S-MORE的 一个主要供应商 所以我觉得从航派股来讲 第一个 毕竟九月份 还有所谓的军工展 而且明年国防支出是创高 这也是政策聚焦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题材 业绩面来看 这个部分 我到目前还是会蛮乐观的 就是拉回找买点 然后当然去挑这些 有业绩 把人琢磨比较指标性的个股 去着手的话 我觉得九月份 应该这些个股 还会有一个再冲新高的机会 好 这些个股 玉堂认为 还是有再冲新高的机会 所以用低借的方式 先不要去追高 而刚才也有说到 这个滑新科 滑新科被动元件的部分 今天一路都在掌停板的边缘 开开关关 说实在话 这要报也是报得 有一点点心不安 但是确实今天是强势往上 被动元件族群 真的是看所谓的作杖行情吗 还是说 有没有哪一些可能 投信也在作杖的 可以来在这个地方做观察呢 好 其实在投信的一个作杖股里面 当然滑新科主要像是 比较偏外资 外资着墨的 因为过去其实被动元件里面 投信着墨度真的不高 但是外资有在默默吃货 你可以把被动元件归类为 外资在底部吃货的个股 像国具也是一样 其实被动元件 我觉得国具都这样子 已经从底部电高上来 来到季线之上 第一个我觉得对族群来讲 可以用 利空出境 景气要反转的角度来解读 类似像信仓店 也是外资 几乎八月份以来天天满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作杖股除了像是被动元件 我可以把它视为 外资持续锁定的话 那剩下有一些 比较像是整齐性的 我觉得算是PCB上游 那PCB上游里面 投信着墨比较深的有几档 你可以把它列入观察 因为我觉得分族群 因为毕竟投信外资各有所好 你看像5340的建容 它算投信的菜 八月份以来 以前政党个股投信都不买 因为说真的获利并不是很好 但是它有一大优势就是 它的大股东是日东坊 那其实之前有个新闻谈到 台坡有切入到台光店 这个上游波线沙的供应 那别忘了 其实全球来讲 这个高速等级的 可以供5G这种伺服器市场 这种波线沙的技术的公司 是日东坊 所以我倒觉得 以5340建容来讲 台坡都可以拿到这些相关的认证出货 那建容是绝对有机会的 因为它的母公司日东坊 是全球技术第一的一个公司 所以投信很罕见的 在八月份开始去做加码 所以它的技术面也蛮有趣的 你看大概前一根长黑K 就7月31号 我们画面上左边有看到 那个很大的黑K 在两天前75.8元 这个已经越过了 已经越过那根长黑K 所以代表这一个月的整理 技术面上已经宣告完毕了 所以我觉得建容 也可以把它作为投信作章指标 再来就是CCL CCL台光店 台药跟联帽就这三家 那最近最强的 反而就是最落后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谈到 要找落后补涨的 就是6213联帽 联帽在日前 八月中以前 台药台光店在涨的时候 它就不涨 我们之前也特别常常去留意 它绝对有机会落后 回来在 尤其在两个礼拜前 在季限那个时候 七十几块钱 我觉得那个地方都是很好的买店 而且外资已经先买了 然后投信是这两天才跳进来 所以今天的整理我觉得 其中一部分除了短线已经先过高之外 就是来自于一些AI的指标股休息 所以有一些比较连 说跟AI产业比较联动性高的个股 它会做一些整理 但是我觉得整理并不是转弱 而是属于受到整个像是 情城 金像店 伪创这种 先前已经涨多的这些个股休息 拉回所影响 但是投信的买盘 既然才刚进来的话 而且他们的业绩是有机会 先进到好转的话 那我倒认为 拉回来站在买房是可以的 好了 说到投信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族群 网通族群 网通族群今天只有 少部分的轻薄短小的小股票 往上去做攻击 但有一些大股票今天开高 结果走低掉下来 我们先看2345的智邦 智邦现在的跌幅1.88% 在横盘整理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今天黑K棒往下 当然是没有带量是好事情 不过把5日均线 10日均线一次都给跌破了 而前面呢 大量区间的位置 其实现在差不多就是卡在这里 而且这个大量区间 其实如果打开法人筹码来看的话 8月22号 这个有在下影线出大量的红K棒 当天就是投信在这个地方大买 只不过接下来 外资一直都是站在调节的一方 如果说现在的价格 已经回到先前投信大买的 这个价格点了 后续的话 这个地方有没有防守 是不是很重要 会不会是网通族群后续 强弱的一个关键点 除了智邦之外 也来看一下企机 企机呢 今天的股价也同样 开在平盘小高之后 往下来走 缓缓地跌下来 跌幅大概2.6% 今天也是回测到了5日均线 这一档个股 你说要投信的话 虽然说投信买的张数 大概就是大概1000张不到 或是1000张以内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投信连满从来没有放手 从这个7月底开始一路买上来 外资是一下买一下卖 而股价呢 就是稳稳地沿着5日均线往上爬 回到了5日均线 该观察是好买点还是好卖点 这两档网通族群您怎么看 以及从这个地方 今天礼拜五转弱了 9月份还会是网通族群的天地吗 您怎么看呢 说真的网通族群 我觉得股性就是比较难做 像企机自邦就是这样 业绩绝对很好 但是有时候你常常看到他转强那一天 甚至这种红盘的时候去追 往往会先整理 然后给你整理套牢一段时间 那我认为啦 第一个拉回来绝对再买方 因为毕竟网通来讲 有美国基建的利多 再加上刚刚谈到企机跟 智邦正良党各股 其实法人的买盘都相当永远 而且营收业绩都很好 所以我会建议这样 当然因为智邦 智主义比较强势股又高价 那你可以等下周回来再看 那企机就比较牛 那你大概可以抓十字月线 作为拉回来的支撑买点 因为我觉得9月份来讲 从这个因为iPhone要推出嘛 那我觉得一些不管网通 甚至是一些消费电子的一个部分 就是先前上半年都没什么 人气的这些产业会开始回来 尤其刚刚谈到的 像是被动元件这种 所谓景气循环相关的这种零组件 你可以看今天另外一个族群 我们早上也有谈到的 像是这个Type-C 你看像伟权店这几天外资转买 然后3588的通家间盘中吉拉 这个冲道波段高 我们早上还有特别谈到 电源管理里面 类似像3257的宏贯店 最近的人气也开始回来 所以我觉得在下周回来之际 除了刚刚谈到这个网通之外 Type-C的部分刚好9月份 苹果也即将做一个亮相 我觉得相关的供应链 整个买器也会出来 所以电源管理IC上来之后 做这个相关类比IC封测的 像是3567的益昌 也可以把它视为 有业绩题材的个股 因为毕竟它在7月份的营收 已经先写下了80个月的新高 而且我们之前有聊到 它主要是锁定这种 立基型的类比IC的这些封测产品 所以刚刚谈到的 这种Type-C的使用率 伸透率增加之下 对于这些切胆性上来讲 绝对是加分 因为它的毛利率第二基是43.8% 在整个封测股里面 大概你也很难找到比它高的了 所以以3567的益昌来看 如果接下来公布出来的8月营收 又在写下了近几年的新高的情况之下 刚好这一波压回到这个日线的架构 压回到月均线附近左右 我觉得也可以去留意到 它有机会跟着这个Type-C 电源管理IC相关的这些个股 网上再去做一个崇高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就来看一档 1802的台波 台波这档个股呢 当然今天的话题 已经早上也有聊到过嘛 就是所谓的波仙部这一件事情 波仙部通过台光店的认证 郭敏奇说 他是潜在的AI受益者 但打开K线形态来看的话 他最近先前是当中很难做 这种传产股大概就是原地正在正去 但是走了一个大波段上去之后 又掉了下来跌破季线 这一次第二次从季线往上了 这个路也走得不顺 说实在话 昨天还是黑K棒流长上影线 今天红K棒上去 那么如果 第一个问题 我手上有的人 如果这个线形 我这样看起来的话 岂不是下礼拜一 又要再来一个大震荡 到底要不要持股续报 第二个问题 我没有买到的人 没有买到的人 当然今天你也买不到了 后续在操作上面 杀下来了 我真的可以低接吗 您怎么看 好 我会建议 你今天有赚的 先跑一趟 不是各位 鼓励各位做短 我刚刚事实上带得很清楚 这个 这个波动才太剧烈了 一红一黑一红 那很怕明天 会不会有一些隔日冲 下周一嘛 有些隔日冲的漫压出来 我觉得这个要小心 所以我会建议 你手上有这间买的 尾盘可以 能当冲的 你先卖一趟 甚至你昨天有卡位的 先卖一部分 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刚刚聊到 如果你真的要挑这些PCB 然后又走AI题材的 有法人琢磨度更高的 不管像台光店连帽 我们刚刚也举例到 或者像建融 我觉得更好 所以台波的部分 我会比较倾向于 你做当冲 或者做一些短线 所以在今天尾盘 有赚钱的 我比较倾向于 先卖一部分 会是比较好的策略 感谢观看